上次服务器三挡重开 所有物资全部清理 玩家们重启开局 不过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重生在A2的大城里 本以为只有我一个 几乎还有同行 本想着用箭直接射死 但我是万万没想到 人家居然有枪了 这正面硬杠肯定是不行 于是我将地雷放在了门口 然后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藏了起来 不过结局再次反转 他还有队友 并且地雷也被发现了 于是我只能手动触发地雷 收拾好他们的物资 又开走了他们的木筏 一路晃晃悠悠的 终于到达了交易区 腿都跪马了 赶紧把身上的物资卖吧 我则 支付宝到账 嘿嘿 就喜欢钱进账的声音 这钱放在身上也不安全 先去银行把钱存起来 什么情况 这么多人 存钱还有排队吗 走近一看 原来是有人堵门口 不让记 这家伙还在公屏上说 这这这几个意思 翻译一下 我去 跟我扯这套 小鬼子找本事了 中国还有句古话 叫吸吸味者 微剧姐 想从我口袋掏钱 没门 我去 谁签电话 快走快走快走 一个字 绝 不过今天不给他点教训 他怕是不知道我是谁 找个地方 静静的等他下班 俗话说 站点高 看得远 这地方 高是挺高 但完全看不见下面什么情况 陪你玩玩吧 过去 太近了 我也不能走 这角度不错 就在这等你 这小子 真是一点都不累啊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我在这 送走了一波又一波 小春钱的人 硬是没等到他下班 你小子跟我熬阴呢 我怀疑 他是熬败的弟弟 熬不败 算了算了 你牛 我去别的教育区 不跟你浪费时间了 下一个教育区的路程有点远 先买个交通工具 钱也不多 只能买个自行车 慢慢骑过去 也有的是体力 怎么 不过问题不大 就当猎体了 过去 前面怎么有个人 躺路中间的 不是哥们 我自行车你也碰磁 这么大喇叭声听不见吗 下去看看 我说怎么一动不动的 原来被人切了大路漫 看他身上的衣服还在 包也在 难不成对面劫色 不对啊 这游戏没这设定 看看包里有啥 这才对嘛 确定了 是劫财 这车怎么有点眼熟啊 我去 偷我车还这么嚣张 还想跑 瘦死吧 蓝色妖姬 骑挺快呀 我的包法呀 该死的偷车贼 这下玩东西了 车也被偷了 还有这么远的路 回过去是不可能的 远路返回吧 去银行门口 看看堵门的人还在不在 不在银行门口 哎 等等 蓝色妖姬 远远的就看到这个闲眼包了 他怎么和堵门的人在一起 说起来 刚才躺地上的人 很眼熟啊 好像也是想进银行存钱的 在那儿被杀了 那条路是去下一个交易区的 必经之路 难道蓝色妖姬和 赌银行门口的人 是一起的 一个赌着银行不让进 说要买路产 另一个在 必经之路打家结社 高啊 俩人应该结了不少 门口这摩托车 应该也是他俩的 也不见我自行车 估计已经被卖了 换了这辆摩托 我还骑着自行车 走路 他俩就骑上摩托了 好好好 给我等着 让我来教教你们 如何做赶老六 我先去做把铲子 首功课我都没这么扔扔过 虽然在交易区里不能把你们怎样 但出了交易区 那不得我说了算 直接在出口买两个自制地雷 干好地 接下来就等你俩出来了 嘿嘿 有人来了 不过不是那俩 但也问题不大 先用这人试试水 这小子没踩到地雷 走路没踩到很正常 没事 我再加一个 我就不信你俩骑车压不到 OK 继续断 有摩托士 这回肯定是他们了 你俩跟我玩手猪带兔 弄了点 他俩包里肯定有好东西 只有一堆破铜烂铁 可吃的 不过衣服口袋里有两张银行卡 拿回去试试密码 要是有钱不就发财了吗 这不是计划去核电站发财吗 所以我决定把车卖了 买一艘快艇 直接飞奔过去 这一路既不用担心翻车 我还能边刷视频边开船 简直不要太完美 小两万到手 看看我心爱的快艇多少钱 还要400圣旺值啊 我这混了这么多天 才只有251点 我再搞垂直 问题不大 我听说在树上的果子 可以增加圣旺值 正好门口就有一片橄榄果园 栽一颗四 271 足足敞了20点 真的说一个果子就能加5点 那区区400点 不就是沙沙水吗 297 对了 都是捡果子 那我把它丢地上 再捡起来 似乎是也能找 呃 我想多了 够了够了 403点 多3点我都有点骄傲 看一下我的快艇多少钱 一万一千块 简直不要太完美 先把包放在栏上 轻装上阵 潇洒开转 哈哈 这空间还没我的背包大呀 这不是扯淡吗 问题不大 毕竟是快艇 标的够快就行 我计划按这条线路 直接飞奔核电站 沿途这些地方都能加油 完全不用担心没有 而且我还买了一个备用大油箱 双层保险 绝对不会撂海上 OK 出发 第一站先到海军基地加油 呃 我这不是快艇吗 怎么才30吗 这和我想象中的 左手开快艇 右手抱妹 抱手机 手机 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这他喵的快艇变渔船 海王救赎我 买都买都凑合着用吧 按计划先到海军基地加油 给大家表演一个 倒船入库 刚加完油又掉了一个空头 这正好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理 一把VHS 还有子弹和弹甲 这枪还自带瞄准剑 等于是满配 今天也不算太亏 就是这船有点恶心 空间小不说 他还跑不快 气死个人 算了 只要不把我丢海上 这多少有点不争气啊 就差这么一点点 倒加油着 你还给我整一桌 见你妈给我整勾枪 水分都给我滑干了 对面还有只字爆 瞅瞅我这累的枪都举不起来 没办法开尽射击 只能盲射 还好给他打中了 赶紧把油加满 后面的路就不用担心没油了 这些地方我都确定有加油站 刚才是判断失误 本以为这个小人是有加油站的 结果他没有 后来我发现我这小船也没白买 就当开船度假了 看看风景开开船 还挺建议 转眼就到核电站了 我仿佛看见那一万块钱一个的贴柄 在跟我招手 想的美啊 你做梦了吗